薄荷关怀协会跟市议员陈宜共同募集爱新年菜已经迈入第五年 今年共送出180份的爱新年菜给弱势家庭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过年围炉的温暖 这次的活动也有协伴这场活动 希望低售户能拿到这些热腾腾的年菜跟家人团圆的时候 有特别温暖 有想到市会上其实很柔软在关注他们 感谢偷钻鱼的各个单位 像床夫人社还有一些爱新的老板跟老板娘 还有新市场的老板老板娘这些人能捐款 让这次的活动能顺利圆满 薄荷关怀协会举办这个寒冬送温暖维如过好年的活动 已经举办了连续五年 那因为我们会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看见有许多的家庭 在过年的时候希望可以跟家人一起享用这个团圆饭 但因为现在的物价持续上涨 对于他们这个经济购买上面的情况下 压力非常的重 那我们特使我们本次跟陈宜艺人 合作了已经连续好多几年的这个维如过好年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社会一些比较贫困 比较困苦的家庭 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温饱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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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